万一之希望 公元337年 中国北方的后兆王朝立国18年 在这个新兴国家统治下的平阳郡武阳 一个婴儿诞生了 平阳郡武阳 位于今天中国的山西省长治市湘元县 而法显就出生在湘元县的龚家庄 据古籍高僧传记载 法显的俗家姓公 父母都是当地普通的农户 新生的孩子给这个贫寒的家庭 带来了极大的快乐 以先后失去三个孩子的公式夫妇 将生活的希望都寄托在幼年的法显身上 然而幸福的生活总是如此短暂 贫穷的家境 让法显自幼便体弱多病 三岁时 一场可怕的疾病降临在她的身上 面对法显的病症 公式夫妇请来的郎中束手无策 看着奄奄一息的法显 两人痛苦万分 可是 生姬又在哪里呢 远方佛寺的终生 给了绝望中的公式夫妇 一个新的启示 山西湘元县境内 至今有一处古老的佛教圣地 名叫仙唐寺 此寺以山石而建 泉水萦绕 环境清雅幽静 据湘元县之记载 仙唐山初有寺庙时 曾有一位名僧高人 在此剃度受戒 之后悄然隐去 虽然今天我们并不知道 那位高僧是否就是日后 弘法万里的法显 但正是在这所 巍峨庄严的寺庙内 让激进夭折的幼年法显 有了深的转机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里 人们时常把现实无法完成的希望 寄托给宗教神灵来为之实现 带着最后一点期望的宫氏夫妇 将病中的法显送进仙唐寺 此时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让这个孩子在菩萨的庇护下能够健康成长 从此无病无灾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印度 由释迦牟尼创立 释迦牟尼也被称为佛祖或者佛陀 早在公元前三世纪 古印度的佛教就传播到中国的新疆地区 公元前一世纪 汉武帝开辟了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 中亚和中原的交往日渐频繁 西域僧人也不断来到内地 弘法传教 不过佛教传入中国初期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 在本土盛行儒家学说的情况下一直流传不广 然而 这种文化上的垄断 很快就被公元四世纪的社会大动荡所打破 公元四世纪的中国大地 是历史上最为苦难多揣的时期 随着西晋的灭亡 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 在长江以北纷纷立国称帝 一世间 中国的北方雪火纷飞 生灵涂炭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 百姓寻找不到现实中的希望和光明 佛教作为一个追求因果轮回 向信徒许诺来世幸福的宗教 正好在精神上 解脱了大众心中无尽的痛苦 于是在民间 佛教也迅速传播开来 年幼的发现 就是在这样一种宗教氛围下 来到寺庙之中 这个因为病重祈福而出家为僧的孩子 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 鉴于记载被送入寺院的平民子弟 公元340年 年仅三岁的发现 在相远的仙堂山体渡出家 成为沙弥 正是踏入佛门净土 此时的发现 不仅完成了世俗向修行的转变 更获得了自己生命的重生 在古代中国 医学与宗教乃至巫术之间 总有难分彼此的关系 医学利用宗教的精神作用治疗 宗教利用医学的医药知识传播 同时传承了中医学术 与古印度医学的佛教寺院 治疗